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一起看一款当年比较经典的英菲尼迪QX70 感谢这批提供的帮助,大家有买阿尔法罗密欧新车或者买欧系准新车二手车的朋友都可以找这批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 QX70最早叫FX系列 第一代车型是在2003款上上的 也是最早在它身上提出来SUV和跑车的跨界概念 它的问世要早于宝马的X6 第二代车型是在2009款上上的 2013款为了遵循家族统一的命名方式 FX系列改名为QX70 QX70包括FX系列都曾经配过很多的发动机 当时日产真是豪混无比 包括早期的3.5升VQ 包括后来3.7升 包括这台车还配过5.0升的V8发动机 搭载7速自动变速性 当时真是毫不风光 2014款车型为最后一款列装5.0升发动机的车型 转眼到了2017年 2017年Infinity宣布 之后Infinity将不再更新QX70系列车型 QX70一代神车就此告别车谈 那大家肯定会聊 你像QX70这车造型这么炫酷 发动机又这么拉风 那怎么就卖不动呢 销量为什么越卖越差呢 其实刚出来FX系列车型的时候呢 量还可以哈 一年呢3万多台的量 那还咋的 量不小了 后来呢也是Infinity有点太高估自己了 强行拔高这个QX70的档次哈 把它呢 比肩X5系列车型进行对标 同时售价呢 也是非常高哈 那在2017款上 QX70 MSRP的起售价就将近5万块 高配的 顶配的MSRP价格直破6万块钱哈 那大家想想 那是当年呢 那不是现在啊 当年的车身的价格是什么情况 不论是它的日系友商竞品 还是德系的友商竞品 当年的价格 那是非常美丽的哈 你这个价格呢 就有点强行拔高了 再一个第二代车型呢 是2009款上上的 到2017款上 你还不改款 这都几年了 它能卖好吗 那另据日产官方讲 之所以要停产QX70 是为了QS60和QS50的产能让路 当然我想 这也是无奈之说辞吧 那能卖的 谁不卖呢 对不对 你现在你看个欧系产品 不都出来这种 跨界的SUV吗 卖的不都还可以吗 而且你新出来的QS50 不也强行的勾勒出来一个跨界的车型吗 当然这种拉风的车型呢 也是在日产 行情比较好的那些年代 它才能够想起来有这种产品啊 换在如今呢 我想无论如何 日产也想不到做这么一款产品了 今天看的这台呢 是JP这儿的一款在售二手车 2017款的啊 2016年6月份出厂的 这台车呢 是一个基础款 配置在这个车型里算比较低的 实际上这台车的外形尺寸并不小 仅比当时三排座的QX60呢 小那么一丢丢啊 这台车配了3.7升V6发动机 加7AT后驱 当然还有四驱车型啊 7前段的时候 释放出最大马力325匹 最大扭矩267磅F 发动机的转速红线为6800转 这台车标配2656018的轮胎 悬架结构呢 前双插臂后多连杆的 最小转弯半径 外圈的外圈是36.7F 刹车盘前面是12.6寸通风盘 后面是12.1寸的通风盘 最小离地间隙7.36寸 接近角28.8度 离去角20.9度 QS70呢 自重 四驱车型 是4321磅 后驱车型 是4209磅 四驱版的最大托载能力为2000磅 油箱容积为23.8加轮 EPA公布2017款的综合油耗 四驱版的综合油耗为18MPG 后驱版的为19MPG QS70总装下线都是在日本工厂啊 QS70呢 包括之前的FX35也好 37也好 它的外形呢 都是非常有特点的 一旦非常有特点的东西呢 就是喜欢的人非常喜欢 不喜欢的人呢 就一点都不喜欢啊 这车灯组的设计呢 确实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当年日产能想起来 把这个灯组像个马眼睛一样 放在了侧面 占用了很大一只板的面积 也是没谁了 说明当时日产设计师呢 也是天马行空 非常有想象力啊 放在今天呢 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想出这种设计来 在FX第二代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啊 它的造型比现在还要更加张扬 更加犀利啊 尤其是在高配版本上 那前面的中网啊 拧着那种大金啊 转圈那种中间的线条 感觉非常张扬 这台车呢 是2017款 应该是它的末代版本了 作为2017款车型呢 它的中网设计的就没有之前那么犀利了哈 接近于家族统一样式的前中网 里面呢 虽然也是拧劲的金哈 但是做的没有以前那么张扬了 突出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前唇有一个下收的动作 左右呢 各有一个雾灯 小镀隔块呢 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 当然经过岁月的洗礼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车的灯罩呢 多少有点白内障的现象了哈 侧面造型呢 是这台车辨识度最高的点哈 当年能够出这么一款 所谓的跨界SUV 也是相当有勇气的哈 真心佩服当年的日产 那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角度呢 来看它这个溜背式造型 其实溜背的角度并不太大哈 并没有现在SUV溜背角度那么夸张 它外框的线条 它整体车身的线条 还是极大程度的保证了 后排乘客和后备箱的空间 只是在后窗外框的设计上 显得这个车很溜背哈 作为那个年代的豪华车 电镀亮条 镀隔亮条是必不可少的 全车在很多地方都点缀了电镀亮条 包括这个地方的设计呢 这也是QS系列 包括FX系列 比较有标志性符号的设计哈 3.7声的logo放在这呢 骄傲的告诉你 我的排量有多大 在那个年代呢 双层夹胶玻璃的成本 应该是比较高哈 所以呢 这个车的四个门子 用的都是单层玻璃 没有任何的双层夹胶玻璃的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 作为这个级别 它的门子的开启角度 还是比较大的 后门开启角度也比较大哈 这个车的车门下沿呢 并没有包上车体的下沿哈 这台车是个基础配置 它四个轮子呢 用的是18寸的 不论是前面那个隔山呢 还是它这个轮子 显得都比较和善哈 不是太张扬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 第二代早期版本的高配车型 用的20寸胎 轮胎呢 非常张扬 再加上前面中网的 拧劲那个大金哈 整个车跟这个车呢 它不是一个风格的 那个车显得非常凶哈 这个车呢基础款 显得有点呆萌的感觉啊 这台车不论是前面 后面侧面哈 辨识度都非常高 这个后屁股的设计呢 圆咕隆咚的哈 也挺丰满 挺性感的设计的 这台车这个乌檐式的 小尾翼呢 是个一体式的设计 高位制动灯呢 是整合到了这个尾翼里面 雨刷器装置呢 并没有采用隐藏式的设计哈 单独暴露在外了 后面呢 错落有致 接了一个小平台 有一个运动车型的感觉 尾灯灯组的造型呢 跟前方灯组的造型 进行了呼应 造型也是比较另类的哈 排照框上下沿呢 各有一个电镀亮条 这也是大尼桑系列 在那个年代的家族特色 保险杠平台有个突出的设计 下面保险杠下面是使用了 大面积的黑色塑料作为装饰哈 两个排气管子左右 各一个采用直出的形式 排气管子呢 相对来讲设计的是比较夸张的 整车高度不太高 后备箱的下沿呢 又比较高 整个开口的高度呢 是不太好的 因为这台车呢 它这个后部有个 相对比较大角度的 溜背式造型 下面的近身呢 相对还可以 上面的近身呢 相对就比较差了哈 左面放到第二排 座椅的拉手 右面有个12伏充电器插口 一个灯 放到第二排的拉手 后备箱盖板上 还有一个灯哈 都是可以单独关闭的 盖板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这个备胎坑里面的做工啊 还是这个备胎和车体之间 有一层厚厚的隔音棉呢 我感觉这里面的做工都非常棒哈 可以看出来当年的日产呢 做事还是非常用心的 当第二排座椅放到之后呢 实际上第二排座椅和后备箱呢 是有一个宽度的缝隙的哈 但是他用一个盖板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呢 也是当年日系车上比较愿意用的一个配置哈 应该来讲设计的还是比较用心的 有个向上的小羊坡啊 角度不算太大 坐在里面呢 可以看到当时这台车呢 内饰中控设计的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也可以看到很多设计呢 在之后都成为了家族统一的设计风格 最上方呢 是一块屏 那如今看呢 这块屏不论是分别率啊 还是反应啊 都隔了不知道多少代了哈 以现在的眼光看呢 是非常扎 但是大家要清楚 日产呢 是比较早的 就单拿出来一块屏 放在上面的一个厂家哈 应该说在当时呢 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 看它这个融为一体屏的设计 我觉得设计也是比今天那种比较突兀的 立个屏的 我觉得要有设计感哈 说明当年日产呢 确实在想问题 整个中控台呢 大家可以看到设计一体性是比较强的 门子连着中控台 做出来一个比较复杂的造型 这个造型在之后的英飞尼迪上 也确认成为了家族统一的造型哈 包括这个大波浪式的造型 如今在QX80上还在使用 包括这个中控 竖子这个造型呢 在Q50上也还在使用哈 方向盘左面呢 有很多按钮 它把钥匙口呢 也放在了左面 当年的日系车呢 也都愿意把 后视镜的调节 放在一个左面比较低的位置哈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反人类的 那大家都知道后视镜的调节呢 一定是在你做好的前提下 在你做的适合你的位置的前提下去调哈 最好是身子眼睛都不动 这样调节呢 是最科学的 那他们把这个后视镜调节 放在这么低的位置 你就得先做好 想好啊 左面调多少 右面调多少 然后下去盲调去哈 这个有点反人类 这台车呢 还是个绞杀哈 日产呢 是比较早的用这个绞杀取代了传统手杀的 当然他对这个绞杀呢 也是有执念 当很多车型呢 都已经进化成为电子手杀的时候 他仍然在使用这个绞杀哈 当时确实是比较进步 但是在第二波进步的时候 他似乎有些迟到了哈 仪表盘呢 是两大两小实体表 中间是个液晶屏 日产是比较早的 把这种稍微大点的液晶屏呢 放在中央仪表盘里的哈 但是当别人已经换成彩色的 或者更大面积的时候呢 他似乎就有点迟到了哈 中间液晶屏里的行车电脑的信息呢 要透过仪表盘右面 这两个钮进行调节啊 一个是选择 一个是确认 里面所显示的项目 如果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显示的应该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哈 但是怕就怕在起的比较早 但是跑的并不快 方向盘 即便用今天的眼光 配合这个车的大小 显得也是比较小的哈 方向盘目前已经严重暴击了 但这个方向盘 当时来讲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三幅式的方向盘 小方向盘呢 做的是比较精致的 3.9点呢 有突出的造型 左面是曲目音量大小 语音电话的调节 右面呢 是巡航的调节 这台车的配置呢 它的雨刷没有自动挡哈 上面这块屏呢 虽然单拉出来一块屏 但是并不是触摸屏哈 要透过下面这个控制机构呢 来进行调节 因为这车的基础配置的 下面这个控制呢 相对有点简单 高配呢 比这个下面然后多一些纽哈 可以看到在老老年日产做东西 还是比较用心的 只是这个分别率呢 在当年来讲 凑合还可以用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呢 是相当眨了哈 倒车影像 今天也是能看吧 在如今看来 这台车是没有全景影像的 这部分呢 是多媒体的调节 中间是一个实影中 在那个年代呢 如果你说自己是一个豪华品牌 没有一个实影中 是说不过去的哈 中间是叠片插口 下面是空调的调节 空调呢 是双分区自动空调 下面这个盖板呢 设计之初 它是一个烟灰杆加点烟器哈 后期呢 因为大家不倡导抽烟了嘛 所以这块就变成一个 12V充电器插口 这边呢 变成一个带绒布的除格哈 但设计之初 它肯定是点烟器跟烟灰杆 小挡磅呢 小球头感觉手感非常不错哈 但是都已经爆肩了 下面呢 两个座椅加热的旋钮 当然看出来 这车是基础配置 如果是高配的话 还会有座椅通风哈 下面两个水肥架 纸笔架呢 底还可以拿出来哈 拿出来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储物壳了 中央副手箱里面呢 有一个12V充电器插口 还有个USB插口哈 中央副手箱里面 也带绒布的 非常不错 这台车呢 比较注重夹票距的格子哈 这有个夹票距的格子 打开以后呢 还有个夹票距的 副驾驶呢 也有一套相同的哈 这么贴心的设计 多少有点GDM的感觉哈 做进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呢 既有当年的车坛时代的特点 也有日产家族 因菲尼迪家族的特点哈 首先可以感觉到 这个3.7升的VQ发动机 在怠速的时候 虽然经过这么多年了哈 抖动依然非常轻微 坐在里面呢 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在外面听 那个发动机声音 也并不大哈 也在一个合理的声音范围内 坐在里面呢 感觉这车是非常安静的 第二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我们不坐这个座椅 就看这个座椅的形状 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座椅呢 非常舒服 当年不愧是日产 是买沙发送车哈 虽然没有谈到多好的支撑 包括这个腰靠突出呢 在那个年代还可以 但是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腰靠突出的 并不算太突出哈 但是坐在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 沙发的感觉 椅背两翼 大家可以看到 凸起的也是比较多的 虽然它这个车的座椅 一面呢 没有延展功能 但是感觉到 座椅的椅面长度 也是够长的哈 大家可以看到哈 在那个年代 它这个车呢 是有一个 比较酷炫的外形的 这样它为了保证 内部的空间呢 虽然它A柱设计的 倾角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这个中控台哈 纵向空间并不长 这样极大的拓展了 内部空间啊 拓展了内部 私程人员的空间 整个座舱呢 是往前移的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样它这两个镜子呢 显得离我就很近哈 当我要把视线 从前面离开 去看两个镜子的时候 感觉到 视线离开的角度 是比较大的 摆头的角度 是比较大的哈 而且日产呢 在老早年的车 它对它这个方向盘 纵向调节 一直很吝啬 在之前那个年代 很多车呀 在别人家 都可以四向调节 方向盘了 它家呢 还是上下调呢 这个呢 是可以四向调的 但是它 纵向调节的幅度很小哈 这样你像我的 胳膊短腿短的 想要靠在后面开呢 就不太可能了 就得尽量的 把身体往前 才能把胳膊 勾到方向盘哈 当我把座椅 降到最低之后呢 左面胳膊肘 右面胳膊肘 都能很自然的 搭在左面的门板 和右面的中央扶手上 感觉很舒服 现在我将座椅 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看到 我没有办法 将我的身体 陷在里面开哈 就这样当年 就是当你调到 最低的时候呢 它也有一个 拖的比较高的感觉哈 一眼望过去 看着前面 机械盖子 各种大造型哈 确实很有力量感 这个车呢 虽然它外面 有个比较大角度的 溜杯式造型啊 后面 但是它由于整个 把整体的客舱呢 向前移 设计是向前移的 这样它第二排的 头部空间呢 非常良好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你把座椅 靠背仰角啊 放到最大了 你的头部空间 还是非常宽裕 非常奢侈的哈 腿部空间呢 就一般般了 因为这车 外形尺寸决定的嘛 当这个座椅呢 它这个椅背呢 是跟B柱平齐的时候 你的腿是能放进来的 但是也谈不上 多奢侈哈 右面呢 相对来讲 能宽一些 这个座椅呢 大家可以看到哈 即便不坐 就看这个造型 就是非常棒的 一个座椅 座椅的天中材料 感觉比第一排 还要软一些 靠背的 你也能有一个 四度线在里面的感觉哈 靠背两脚呢 也是可调的 正经为座 两脚最大 可调幅度还是挺大的 作为这个级别来讲哈 配置上呢 前面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有一个12V的充电器插口 这车呢 选了第二排娱乐哈 第二排上面有两个DRG 两边是可以分别放DVD的 只是刚才看了一下哈 这分别率呢 跟前排那个显示器一样张 中央扶手 两个水位件 一个储物格 储物格并不大哈 坎率的讲 别管是什么品牌 什么品系 什么技术路线 就五六年的车 跑了五万多英里 车况衰减呢 它肯定还是有的哈 首先感觉到呢 这四条避震 工作状态肯定是不如当初了 但是底盘很整哈 底盘呢 没有任何逛荡啊 没有任何松松垮垮的迹象 底盘还是很紧致的 但是它这四条避震 虽然过一个起伏的路面呢 它也会有一个适度忽悠的感觉 但是当你压个坑啊 压个棱子什么的 路况传到车里的感觉非常直接哈 这跟纯新车的状态呢 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但如果这么对付着开呢 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感觉到不如新车的时候舒服哈 一想呢 多少也是存在一点 尤其是后排座椅 不知道哪个部位啊 遇到个坑啊 它就滋滋然的响 由于拍摄时间有限呢 我也没有看着能不能消除哈 但总体来讲呢 我感觉比现在新出来的产品 在异想的控制上 做的还是要好一些的 刹车呢 不但是这台车的同病 也是因菲尼迪的同病啊 如果说在设计上的小心思 因菲尼迪呢 曾经无限的接近 或者超越过德系的话 那在刹车这一项上 德系一直是领先 因菲尼迪几个段位的 这台车呢 经过了几年岁月的洗礼 虽然刹车片和刹车盘呢 还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哈 但感觉刹车也不是很理想 刹车比较软 感觉到刹车吃劲那个点呢 很深 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踩刹车 如果你习惯了德系新车 那种紧致感 你再上到这台车上 低一脚刹车 可能你都会害怕哈 感觉挺没信心的 这点呢 实际上在老阴飞滴滴的车上 是让人诟病最多的一点 这车的发动机表现依旧良好 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 发动机的表现信心十足 依然是那台张儿仙的VQ发动机 当然如果你要只看数据哈 这VQ发动机早已失去了光彩 数据都干不过很多 现在小排量增压哈 但VQ和小排量增压 它是两个劲 而小排量增压呢 更像如今极简的风潮哈 你别管我是怎么实现的 你别管我过去是干什么的 你别管我是怎么干的 只要给你一个脚快的加速 脚高的时速就行了 多了你也别问 当然喜欢哪个呢 都有道理哈 只是如今只看中过程 不看中结果的人或者事 是越来越少了 七档变速箱呢 运行良好 没有不良的顿挫感啊 也没有闯挡的现象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是比较重的 低速比较重 高速呢也比较重 甚至感觉到 比当年新车的时候 还要重一些 实际上当年的老老年的日产啊 小车呢 那方向盘都贼轻 高速也轻 中大型车呢 方向盘就贼轻 低速也轻 其他的这车 就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啊 这车呢 我查了一下 全车除了前保险杠 有补齐的现象之外 其他没有任何事故啊 没有任何补齐 车矿还算不错的 那作为一台跑了五万多英里 六到七年的车来讲 他能有这种车矿 足以证明了 当年日产的实力啊 当年 综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性情小视频 我个人呢 对这个车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透过今天这个车的视频 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 当年的技术日产 当年的买沙发送车 日产并不是浪得虚名 时至今日呢 我们看日产更多的在忙活生存的问题啊 所出来的车型呢 也都是比较接地气的车型 比较实用的车型 这也在侧面代表了目前车坛的一种风气啊 大家都是以实用为主 像前三十年 前二十年 走个性化的路线 目前来看 已经不太多了 如果有 也是高高在上 价格贵到天际啊 而如今作为老百姓过日子能够接触到的车 一说个性的 无非就是谁车的瓶大一些 谁车的冰箱多一些 真心希望汽车产品 早日回到它应有的样子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